我在时光的流年里 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假借外出游玩 把我推下悬崖 对外声张 我不守复道 与人私奔 他高高兴兴迎娶白月光进门 婚礼现场 我出现送上一份大礼 下一秒 渣男封了 所有人傻眼 我以为自己死了 因为我被丈夫推下悬崖 是的 就跟那个泰国孕妇 被推下悬崖事件一样 但我又跟她不一样 因为我跟我的丈夫张生琪 结婚一年后都未有生育 丈夫张生琪觉得 我失去了利用价值 便假意陪我出门游玩 实则将我推我下悬崖 悬崖下面就是汹涌的大海 张生琪以为我死了 要么摔死 要么淹死 张家对外宣布 我与人私奔 离家出走 不知下落 他们开始张罗着接新媳妇过门 我的生死 无人在意 可在丈夫再婚的婚礼现场 我猛地推胎门 为她送上了一份迟来的大礼 结婚之前 张家看中 我985的硕士学历 以及我乖巧漂亮的脸蛋 外加软弱内向的性格 他们想利用我的基因 让我给他们张家 生出几个智商高 还漂亮的孙子 在接我过门之前 他们就开始打压我 让我做一个只会听话 不会反抗的小绵羊 做我们张家的儿媳妇 不差你那两三个 歪瓜裂枣的工资 你必须在结婚之前 把工作辞了 结婚的时候 你家里人一个都不许来 我们张家大门大户 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家那些个穷酸亲戚 一是上部的台面 二是会带来穷酸气 影响我们未来的家族生意 大到婚礼礼堂布置 小到我结婚当天的内衣颜色 都是由婆婆说了算 因为她认为颜色不对 会克她 我乖乖听话 照单全收 张家让我走东边 我就不会去西边 我如此卑微 全拜我的继母所托 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 便离了婚 我跟着爸爸 爸爸跟现在的继母结了婚 在我初中的时候 他也离开了这个家 我便跟着继母讨生活 我的继母是个毒鬼 常年寄居在各种男人的身边 靠男人的钱 养活我和他自己 我常常在放学的时候 碰到各式各样的男人 出入我家 为了摆脱这种不见天日的生活 我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大学 还靠着助学贷款 念完了研究生 毕业后 我找到了一份 很多人羡慕的好工作 工资不高 但胜在稳定 继母因为年老色衰 没有男人再接受她 她便打起了我的主意 三天两头找我要钱 她是赌如命 欠下的赌债越来越多 她还不起债主的钱 便供出我的信息 债主找去了我的单位 我那不值钱的自尊 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我不得不跟 仅仅与我见过两面 便向我求婚的张生琪结婚 张家给出的彩礼 恰好能还清我继母的巨额贷款 在我们福建侠浦本地 我的婆家张家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张家拥有全侠浦门面 最大的金店 所有人家户娶媳妇 都在她家买三斤五斤 沉甸甸的猪排花链 拇指粗的手镯 金数越多 才越有牌面 这让我的婆家 赚得盆满钵满 我原以为 只要我乖乖听话 做张家逆来顺受的乖媳妇 便可以在张家的庇护之下 摆脱我原生家庭的折磨 离开无休止刮我高知 找我要钱的继母 后来我才知道 嫁入张家 并不是一个噩梦的结束 而只是另外一个地狱级噩梦的开始 张家一开始选中的新娘 并不是我 只是对方发现了张家的秘密 所以在订婚之前退婚了 这个秘密就是 张生奇其实是个同性恋 这是张家密而不宣的秘密 好的人家总有渠道打听到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便都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同妻 只有像我这种社会最底层 才会被蒙在鼓里 上层的秘密 我无法得知 我只能体会最底层 那永无天日的黑暗 我被推下悬崖 久死一生 幸运地被好心人救下 渔民大叔出海打渔 发现了被海浪冲到岸边 奄奄一息的我 我全身上下多处骨折 生命危在旦夕 渔民大叔送我至医院抢救 经过医生的救治 我才捡回一条命 我心如枯木 躺在病床上 日日眼神空洞 没有言语 我想 不如就在黑暗中死去 反正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 为我绽放的光明 可我夜夜噩梦 梦到张生奇那扭曲的嘴角 梦到他一遍又一遍 要推我跌下悬崖 梦到婆婆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虽然我一年未遇的原因 是因为婚后张生奇 根本没与我同过几次房 我还梦到继母到我单位 带着一大帮混子撒泼 当着我单位上领导和同事的面 大吵大闹 逼我给他钱 我常常被这些噩梦 吓得惊醒过来 浑身湿透 大汗淋漓 就我的渔民来看我 他带着他那温柔的妻子 和可爱的小女儿 可爱的宝贝 为我轻轻吹伤口 小脸嘟嘟 粉雕欲拙 轻拍着我说不疼不疼 这一家子的美好和善良 让我记起了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真情和诚挚 一日 我在医院里咬牙做康复训练 快要坚持不住 拐杖一划 顺势倒了下去 有人稳稳地接住了我 这是一双温暖且有力的大手 我抬起头来 感受到了对方如炬的目光 这是一双既温柔又有几分轻挑的毛子 里面还藏着一丝善意和慈悲 谢谢你 我一边向他道谢 一边扶着墙边的栏杆 让自己努力站起来 你要去哪里 我看你都快半身不随了 可以让我扶着你过去吗 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带着一丝捉弄人的神色 乌黑深邃的眼眸 泛着迷人的色泽 他穿着一件浅驼色的风衣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在走廊的灯光下 五官轮廓更显分明而深邃 我没有半身不随 我只是受伤了 不用你扶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我嫌他说话难听 拒绝了他不知真假的好意 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回了病房 要强的性子 让我不愿在陌生人面前 展露我现在的悲惨和可怜 更何况我现在落魄不堪 更加敏感自卑 一句也许无心的话 便会让我失魂落魄 第二天 我的病房里送来了一束花 里面有张卡片 我打开一看 卡片里是一行字迹端正的手写体 上面写着周厅晚 祝你的半身不随早日康复 很明显 这是一个男人的字迹 上面的画让我讨厌 还好花是我爱的紫罗兰 紫罗兰配上奶油色的郁金香 花香在我的病床前散发开来 我的人生仿佛又鲜活了 喜欢吗 我正捧着鲜花愣神 一个高大的男子走进了我的视线 我抬头一看 这不正是昨天扶我起身的那位男子吗 我起身戴好口罩 把花束放回了桌上 这是你送我的花吗 我告诉过你 我不是半身不随 这人多冒昧啊 虽然长得帅 可惜人是个傻子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我看着眼前这个帅傻子 冷冷地问道 我不仅知道你叫听婉 我还知道你最喜欢郁金香 你说过 郁金香的花语是最浪漫的事 最永恒的爱 我十分震惊 抬起头来 却见他一张英俊帅气的脸庞 和一双漆黑深沉的眼眸 正微笑着望着我 恍惚中 我对他突然产生了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是 我尊敬的学习委员 我是你的帮扶对象 十里 其实里 时光瞬间回到十多年前 其实里 那个初二时坐在我后排 总爱捉弄我的男生 有人在我背后 用手扯了扯我的头发 我转过头 是其实里 他爸是我们县城有名的建筑商 听说连学校的教学楼 都是他家修建的 他的名字和他本人 简直就是两种风格 文质彬彬的名字 本人却是风一样的男子 他个子一米八 是篮球场上的健将 加上家庭条件优越 长相英俊 一直是学校里各个年级女生的仰慕对象 下课的时候 经常有女生给他递情书 但是他成绩不好 班主任便把他安排 坐我后排座位 方便让我给他进行成绩帮扶 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成绩长居年级前三名 周听晚 我尊敬的学习委员 明天摸底考试的时候 把你英语试卷借我抄抄好吗 只要不考倒数第一 什么都好说 否则班主任又要告诉我吧 其实你很聪明的 如果你认真学习 肯定能及格 别那么多废话 你就说给不给我抄吧 他冲我眨巴眨巴眼睛 如果我不给你抄呢 那我就要纠缠你一辈子 让你不得安生 还有 晚自习放学的时候 你经过那段没有路灯的街道 可得注意点 他狡黠地冲我笑了一笑 周听晚 你对我好残忍 初二的时候 扔下我不声不响地走了 所以 你现在孤苦伶仃也是活该 我抬头望去 他坐在我对面 穿着一件笔挺的西装 翘着二郎腿 还是当年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我和他目光相撞 只是那双眼睛里 仿佛燃烧着两团炙热的火焰 像是要把我融化 其实里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喜欢大放厥词捉弄人 我苦涩地笑了一笑 初二的暑假里 爸爸离开了我们 继母跟另外的男人结了婚 我便跟着继母离开了县城 去了那个男人生活的地方 我哪有你齐公子这样的好命 你可别说什么 扔下你这样的话 要不是当年我学习还算好 哪能有机会做你前排 好多女生都争着想坐你旁边 不是吗 你可是班主任的爱子 校长看见你爸爸 都得毕恭毕敬 我走了 才好给其他美女同学们 让出位置来 你应该高兴才是 我直直地盯着其实里 露出不爽的表情 从小到大 我都是被人抛弃的命运 这次又被人赶尽杀绝 这种痛苦 其实其实里这种公子哥 能理解的 我痛苦地转过头 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虽然戴着口罩 盖不住的疤痕 却触目惊心 其实里一言不发 眉头微醋 走上前来 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 看在你受伤的份上 我不生你的气 周听晚 这么多年未见 可以来一个久违的拥抱吗 不可以 其实里 谢谢你来看我 你走吧 我侧身躲过了她的拥抱 背过身去 用手轻轻抹去腮边的泪 我已经不再是 学生时代的那个优秀少女 我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人生也四分五裂 美好学生时代 就让它存在记忆里吧 周听晚 其实我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找你 昨天看到你时 我有种恍惚的感觉 仿佛我们还是前后桌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些年来 你是怎么过的 又是什么缘由 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 我摇了摇了头 侧身向内躺下 闭上眼睛 任眼泪流下 没有再回答她 半晌过后 我听到她轻轻地说 你还是这么倔强 跟当年一模一样 其实 我们都没有改变 你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变 明天我再来看你 以后你都会跟我在一起 过后她便起身离去 下午 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办理了出院手续 一年后 我的身体恢复如初 看着镜中美丽如初的自己 我告诉自己 重活一世 我定要报张家的杀身报仇 成功以后 我要按照自己的愿望 幸福的生活 我应聘到一家珠宝公司 做了设计 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期 都是学的设计 这里的工作 对我来说得心应手 白天我努力工作 晚上制定我的计划 收集整理张生奇杀我的证据 我工作的公司虽小 但公司的业务 赶上了时代的红利 这让我的待遇不错 我工作出色 受到上司和同事的肯定 大家都待我很好 我的人生 仿佛突然变得容易和幸福起来 但我的证据收集很艰难 一方面是出事的地点偏僻 没有找到案发时的证人 另一方面 事情过去许久 事发当地环境有所变化 我的举证更难了 张家变天了 张生奇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前婆婆 被扫地出门 手机弹窗 给我推送了一条 本地劲爆新闻 张家老爷另娶美娇娘 长相静酷似当年的白月光 三部曲赶走老太婆 白月光坐上 同喜黄金第一把交椅 我面色阴雾 嘴角闪过一抹冷笑 打开推送消息 整整六页巨评 写满了张家的大瓜 这一切都是我在背后操纵的结果 公共年轻的时候 有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 那是他老家同村的邻居 他们两小无猜 从小一起长大 公共年轻时离开农村 来到霞浦打拼 带失业小城之时 便回老家提亲 但不知什么缘由 公共的白月光 却毫无征兆 十分突然地拒绝了他的求婚 公共饱受打击 一气之下便回到城里 与多年来苦苦追求他的婆婆结了婚 但是就在今年 一个长相酷似公共白月光的女子 应聘到了张家 做了张家的保姆 没有人知道 这个白月光 可是我费尽心思 辛辛苦苦从张家老爷的家乡找来的 我给白月光 一个极具诱惑的交换条件 承诺只要他答应出马 我便会让他在三步之内成功上位 做上张家的夫人 替他母亲报仇 并赶走张生奇的生母 第一步 我告诉了他一个张家老太婆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老太婆有一个私有银行的户头 白月光利用在张家做保姆的期间 找到了婆婆私藏的财产户头 整整十二本 七个房产 六个店铺 写的全是婆婆和张生奇的名字 白月光偷偷拍下这些房产 和去年的证件照片 用微信发给了张家老爷 可他还是原谅了婆婆 婆婆哭着告诉张家老爷 这些都是他为他们的儿子张生奇 传的老本 婆婆说 他怕他们两夫妻归系后 张生奇家产败尽 所以提前为他存下一些虎口的钱 以防万一 第一步走完 虽然张家老爷没有赶走婆婆 但人的心底一旦扎上了刺 就算是拔出来 也会有个洞 接下来 白月光按照我的计划开始了第二步 当年公共事业小成 建立了自己的黄金王国的雏形 取名同喜黄金 因为她的白月光 名字里有个喜字 婆婆看中了公共的能力和事业 一心想巧取豪夺 纠战雀巢 婆婆找了个跟她同乡的接溜子 给了她一笔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接溜子偷偷摸进喜儿的家里 把喜儿给强暴了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女人的真操看得比命还重要 喜儿一家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全家人守口如瓶 喜儿觉得自己脏了身子 没脸再见公共 便狠心拒绝了多年青梅竹马的公共 此生再无来往 我找到了接溜子的老家所在 找去了她家 给了她一笔钱和地址 让她在某个时间点 去堵在张家公婆别墅区门口 这个尹君子 在早上婆婆和公共 准备坐车去公司之前 准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扯着嗓子说出了老太婆 让自己干得滔天恶行 老太婆只说 这人是疯子 她淡定地叫来保安 让人把这个精神病赶出去 就在这时 白月光喜儿和她的母亲出现了 证人双双出现 眼见当年的作恶就要败露 婆婆急了 白月光上前给了老太婆一巴掌 要她跪着给自己道歉 否则就送她进监狱 事实摆在眼前 老太婆还是死鸭子嘴硬 硬是撒泼打滚 在张家老爷面前 说自己被冤枉 她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张家老爷沉默不语 只走上前去 握住喜儿的手 老泪纵横 事后 接溜子因在公众场合扰乱滋事 被拘留了 但是这件事情过去已久 且接溜子因为吸毒问题 导致精神有问题 致使犯罪证据不足 张家老太婆逃过一劫 我走出这第二步棋子 让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隔阂 经过这一番折腾 虽然张家老爷还没跟老太婆离婚 但他们已经分房而住了 我开始了在张家的最后一步棋 我找到了一个混迹于风月场的小白脸 她跟张家老太婆的前男友长相极为相似 当年婆婆本来跟前男友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奈何南方经济实力有限 满足不了婆婆对金钱的渴望 于是被她一脚踢开 傍上了公共这棵摇钱树 我安排这个长得很像前婆婆男友的小白脸 进了婆婆平日里做脸的美容院 专门为婆婆服务 过后的事情可想而知 中老年人的爱情像老房子着了火 婆婆拜倒在小白脸的圆门之下 还夸她长相似旧人 老太婆不管不顾地和小白脸频频约会 还被张家老爷撞了个正着 一个月后 张家老爷法庭起诉离婚 张生琪的母亲被净身出户 扫地出门 三部曲完成 张家老夫妇感情破裂 白月光成功上位 成了张生琪的后妈 后妈上位 白月光享受到了张家无限的荣华富贵 为了保住她的地位 她更听我的话了 当上后妈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安排她干了一件大事 让她为自己的好代儿张罗一场婚礼 张生琪又要结婚了 童喜黄金大肆渲染 广告铺天盖地 说新娘将会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上 佩戴明年最新款式的黄金三件套 这次不知是哪家的姑娘 被朱油蒙了新药嫁给张家 Girlshop girls 我要下场就她一命 我佩戴上自己在公司最新设计的珠宝 在众目睽睽之下 大张旗鼓地出现在了前夫张生琪的婚礼上 璀璨夺目的项链 精雕细琢的钻石灼面 配以镶嵌血红宝石的胸针 衬得我肌肤似血 美艳又撩人 张家一众人惊呆了 他们做梦也没料到 我竟然死而复生 张家大公子 人家还没死透呢 你就着急着娶新人 真真是个负心薄性的狗男人呢 我脚踩着十二公分的红底高跟鞋 出现在打扮的人母狗样的张生琪面前 鞋着眼看着她 你算个什么东西 都跟野男人跑了 现在又跑回来勾引我老公 看在今天我大婚的份上 我们暂且放你一马 献你三分钟之内 给我麻溜地滚出去 新娘果然还是太年轻 张家人都还没开口 她却迫不及待地护起主子来 我把手指放在嘴边 向她做了个虚的手势 让她闭嘴 我用同情的眼神 看了看面前这位年轻的新娘 她今天打扮得喜气洋洋 浑身上下带满了沉沉的手势 新娘子 不要着急 命运早已为你标注好了新婚的价格 就等着一位朋友来为你翻牌 我微微一笑 冲她眨了眨眼睛 她现在还不知晓 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婚礼 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我拍了拍手 一位翘着兰花纸的朋友 从电梯口款款而出 她身姿婀娜 紧身衣热辣 转足了宾客的眼球 楚楚baby 我没说错吧 你的哥哥张生琪 在背着你当新郎呢 我上前挽她过来 还戏谑地对她打去 旁边的张生琪 刹时间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啊 一看到佩戴着胸花的新郎 我们的楚楚baby 像疯了一般尖叫了起来 她一脸不可置信 跑上前去一把扯掉了张生琪的胸花 扯着张生琪的领子嘶吼 张生琪你个骗子 你说过要爱我一生一世 想不到你今天却抛弃我 要跟这个贱人结婚 张生琪 我好恨 我把自己和青春都给了你 你却背着我有了别人 她在迎宾门口大吵大闹 完了不过瘾 还跑进去跳上了宾客的饭桌 妖娆地插着腰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张生琪 诉说自己几年的感情 为了狗 她还说自己染了病 不知道是不是被张生琪传染的 现场的宾客看得瞠目结舌 新娘的父母被活活气晕在婚礼现场 婚礼成了一锅粥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新娘 被气得当场脱下了婚纱 扔掉了戒指 场面一度失控 真是精彩极了 连经验丰富主持人都就不了场 我举起正在直播婚礼的手机 直播间里的几十万观众看得热闹 不嫌是大的 还起哄在我的直播间刷起了礼炮 事后 个别无良媒体更是在网上大肆渲染 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 同喜黄金的张家公子不是个好东西 不仅是个同性恋 还骗婚 在这之后 同喜黄金业绩急剧下降 张家颜面扫地 张家老太爷气得脑溢血 整日卧榻在床 白月光趁机卷走张家财产 跟这个他忍了很久的老头子 一拍两散 张生奇破罐子破摔 整日在外花天酒地 家的黄金珠宝生意无人打理 昔日熠熠生辉的同喜黄金 如今门庭冷落 生意一落千丈 听完 总经理让你到他办公室去 今天公司新调任了一位总经理 据说是集团老总的亲信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上任第一天就叫我去他办公室 肯定没什么好事 我有些忐忑地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 轻轻地敲了敲门 总经理您好 我是设计部的周廷婉 请问您找我 眼前的身影如此熟悉 这位年轻的总经理 低着头正写着什么 阳光下 只见他那一头浓密的绣发和高挺的鼻梁 更是硬衬得轮廓分明 周廷婉 我们曾经优秀的学习委员 现在优秀的设计师 这次你可得好好帮扶帮扶我 他抬起头望向我 嘴唇修缠而性感 挂着脚侠又深情地微笑 其实理 哦不 齐总 怎么是你 我惊慌无措 面红耳赤地呆站着 怎么又是我 让我想想 可能是因为你们公司美女太多 毕竟你说过 好多女生都想争着坐我旁边 我这次专程来体验体验 齐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当时受伤 脑子不好使 信口开合 您可别记心上 还有 什么叫做我们公司啊 我们大家还不都是您的手下 我一改往日的冷酷 只陪着脸 善善地笑着 要是知道 他会是我未来的领导 我发誓我当时肯定不会那样说 那你这次可要认真点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好的齐总 我一定认真工作 我点头哈腰 一副谄媚奉承的座派 为了生活 我必须低下身子 可不是吗 开始吧 好的齐总 但是 开始什么 他坐在椅子上 穿着一袭笔挺的深色西装 搭配款式简约的白色衬衣 手指修长 正在玩弄一只黑色的缸笔 周听晚 从此刻开始 你就是我的私人秘书 一举一动 都得听我的 明白 哦对了 我还替你安排了一位老搭档 做你下属 方便你随时用人 老搭档 谁呀 白婉月 白婉月 也就是喜儿的女儿 我傻眼了 我原以为三部曲 是我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 谁知道 这背后竟然还有一只幕后黑手 你以为他真被你那三寸不烂之蛇打动 心心念念 只想报仇吗 就你给的那点钱 还不够吃盒饭的 周听晚 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 没想到啊 原来我辛辛苦苦找到的白月光 竟然是其实里 早就在背后安排好的 其实里 你真是把我耍得团团转 说吧 不只是白婉月吧 从我进公司开始 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吧 我愤怒地看着其实里 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尊敬的学习委员 你可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告诉过你 以后你会一直跟我在一起 你自己不听怪谁呀 再说了 你现在没爹没娘的 还是个离异的女人 我是看你可怜 毕竟我们同学一场 还是有同学情谊的嘛 乖 我就吃点亏 以后就让我照顾你 不过前提是 你得听我的话 其实里 你太侮辱人了吧 所以我一直工作的 这家珠宝设计公司 其实是你们家族集团的子公司吗 我在公司工作幸福 氛围良好 也是因为你其实里 早就打过招呼了吧 事实是 公司所有人都对我特殊对待 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 还傻傻地以为是自己工作能力强 受人喜欢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 高傲自大的家伙 我生气极了 怒气冲冲地走出总经理办公室 怒不可遏地 开始收拾起自己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 我要离开这里 白宛月走了过来 她拉住我 歪着头温柔地问我怎么了 温柔白月光的杀伤力果然男女通吃 十分强大 本来还在怒火中烧的我 竟一下子憋不住哭了起来 我哭着说出了事情缘由 怪她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真的误会起总了 白宛月安抚着让我坐下来 她其实在暗中为你付出很多 你别看她表面大大咧咧 其实她也很受伤 也需要人安慰 她一个豪门公子哥 能受什么伤 我擦干眼泪 不服气地扁了别嘴 你有所不知 她母亲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就过世了 她的父亲另娶了个年轻的女人 起总对这个后妈很不满意 你也知道她那个怪脾气 导致他们父子俩感情隔阂很严重 现在基本没有什么来往 现在这家公司 都是起总独自一人 辛辛苦苦打拼而来的 你别看她那样 她只是习惯性地 把自己的伤疤隐藏了起来 这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她心中 只有你 才是唯一懂她的人 是唯一能让她笑的人 我脸颊发烫 一时雨色 白婉月把我整理好的物品放了回去 说道 留下来 就算你不喜欢她 也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你在公司干得很不错 大家有目共睹 我继续留在了齐家的珠宝设计公司 我刻意与其实里保持距离 只用上下级领导的态度相待 我刻苦学习业务知识 凭借着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 我对珠宝黄金的设计和其他业务知识 早已了如指掌 对于像珠宝原石鉴别 黄金纯度 吸收光谱 玉和裂系等鉴别制作的种种专业技术 我早已滚瓜烂熟 做其采购和交易易如反掌 我荣升到了设计总监的职位 兼任蒲霞地区销售部副总监 在其实里的带领之下 我和团队的珠宝黄金销售业绩突飞猛进 我的管理能力也节节攀升 其是珠宝趁童喜黄金衰败之机 急速抢占市场 一步步挖走张家的客户资源 并高价买走张家的设计团队 童喜黄金已经是名存实亡 张家老头子躺在病床上的短短几个月 童喜黄金已在暗中更换了主人 老头子的脑溢血虽然没让他躺进棺材 但已经口歪掩斜 走路都需要拄着拐杖 半条命已经到阎王那里报了道 眼看他起珠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榻了 我聘请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律所 几位大律师同时为我搜集张生琪和他母亲设计推我下悬崖的证据 我把张生琪和他母亲告上了法庭 距离推我下悬崖后的五年 我终于站在了法庭上 与当日杀我的凶手对质 案件三审宣判 侠谱当地最高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生琪构成蓄意杀人未遂 应当判处无期徒刑 但鉴于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配合法庭调查 予以减轻处罚 最终判处被告人张生琪三十五年零六个月 被告人李洪霞 也就是我的前婆婆 构成教唆他人杀人未遂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八个月 一切尘埃落定 恶报终有时 我起身离开法庭 看到骑士李先行一步离开的背影 我叫住了他 做出一个拥抱的动作 干什么呀 今天庭审刚结束 就开始煽情了 我可受不起 你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在背后为我找的大律所 我上前一步 紧紧地抱住了骑士李 谢谢你 其实李 我 我的话还未说完 却被他用吻尽数堵在了喉咙之间 最后 我没有讲出来的那些感激的话语 都变成了细碎的阴影 他将温柔地吻细碎落下 唇齿纠缠之间 陌生的潮涌 淹没了 我努力保持的理智 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说过 我会永远保护你 我终于沦落在了骑士李的温柔陷阱之中 他温热地手扶上我的背 我动弹不得 只感觉他的手默默将我抱紧 我心头一阵炽热 他的一双眸子将永远为我闪烁点点星火 事情完结之后 我第一时间拜访了我的救命恩人 渔民一家 我拿出一部分积蓄 帮他们在城市安家置业 让他们的小女儿能在城里最好的学校念书 并将一直资助她完成学业 我与其时李成为情侣 并成立了我自己的珠宝公司 我在自己的珠宝公司里 为贫困失学的女孩 设立了助学基金 助力每一位侠谱贫困家庭的女孩 完成学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些我经历过的痛苦 那些我曾以为一辈子都翻不过的高墙 最终都被踏在了脚下 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听完 嫁给我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其时李已经单膝跪在了我的面前 这一次 我不会再逃 其时李 看来你是真的要与我纠缠一辈子了 我向其时李伸出手 她把戒指轻轻地戴在了我的无名纸上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83岁婆婆在我家七年 一分钱没掏 她才先逝 我就收到一封律师函 俗话说得好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这谚语自古就有 在多个子女的家庭中 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 偏心在所难免 而我的老公周建宏 就是那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家中老二 从小就不被疼爱的老公 却孝养了老母亲整整七年 反而得到关爱最多的大姑子和小叔子 在这七年间只是偶尔来看望一下老母亲 七年后 婆婆去世 可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婆婆去世的第三天 我和老公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 我的老公周建宏在家中排行老二 也是家里最没出息的那一位 从小老公就是那种不爱学习的主 但虽然她不爱学习 但动手能力却特别强 每次学习组织什么手工活动 老公都能拿个第一回家 但对重视学习成绩的婆婆来说 这点小成绩 在她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婆婆是大学教授 主公汉语言 而她的人如她专长的那样 十分地刻板 不苟言笑 公公是世中医院的副院长 为人比较和善 但在外面威风八面的院长公公 却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主 回到家后的公公 那是一切以婆婆的话为准生的 因为父母学历都很高 婆婆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学习方面 看得很重 可以说 三个孩子在工作之前 最重要的事 就是学习成绩 大姑子周建秀和小叔子周建伟都很聪明 他们两人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两人分别考上了985重点大学 大姑子更是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攻读研究生 小叔子也不差 他被学校直接保送读了研究生 大姑子和小叔子就成了婆婆心中的骄傲 每每楼下邻居见到婆婆 都会拉住她请教育而惊艳 那时的婆婆都会跟人家侃侃而谈 然后在一众艳羡的目光中 步履优雅地上楼回家 老公告诉我 婆婆最喜欢的日子就是寒 暑假 因为那个时候 大姑子和小叔子都会回家 晚上 乖巧的大姑子就会陪着婆婆下楼溜弯 而那也是婆婆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她会领着女儿在小区花园里一圈一圈地转 这期间会收获无数羡慕的目光 两人就和那开屏的孔雀一般 暂时一个多小时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相比两个姐弟 老公就差太多了 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 分数线只够二流大学 婆婆不死心 让老公就复读了一年高三 结果第二次高考 成绩竟然还不如第一次 对老公完全失望的婆婆直接不管了 还是公公看不过去 直接托人把老公弄进了一所 还算说的过去的大学 用公公的话就是 咱家老二 怎么的 也得是个大学生了 大学毕业后 老公就在当地一家私企上了班 至于考研什么的 婆婆不提 老公是根本就不敢想 虽然学习不好 但老公却十分地孝顺 他工作后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 都拿了出来 分别给父母买了礼物 虽然因为还在实习期 工资不高 买的礼物不是十分贵重 但那却是老公辛苦一个月后的所有薪资 收到礼物后 公公很是开心 而婆婆却只是拿着看了一眼 就随意丢在了桌上 工作不久后 惊人介绍 我与建宏相恋了 说实话 我也学历也不高 大专毕业 现在是一家超市售后 我与老公谈了半年后 他把我带回了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爸妈 说实话 真的很紧张 特别是见到严重的婆婆 可能是因为不喜自己这个二儿子 连带着 对我也不是很看重 第一次登门 婆婆在家准备了一桌 坐下后 婆婆就问我学历和工作 我都一一老实回答 听我只是大专毕业 现在是在超市做一个普通的售后员 婆婆的脸色就更淡了 后来我们结婚 婆婆就在市郊 给我们买了一套67瓶的小两居 虽然有点偏 但周围有个大型的菜市场 买东西很方便 大姑子研究生毕业后 回了国 还带回了一个外国男友捷克 两人一起回了家 看着女儿领回的高大帅气的男友捷克 婆婆很是开心 那天直接领着一家人去了市里最豪华的酒店 大姑子和男友都入职 在一家知名外企 两年后 两人结婚 因为大姑子是在上海工作 所以 婆婆就拿出二百万 给女儿做了嫁妆 小叔子也不差 她毕业后 直接进了一家研究所上班 研究所的主任看小叔子年轻有为 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她 两人很快进入热恋期 女孩名叫王一涵 是一个平面模特 长得真是肤白貌美 大长腿 妥妥的衣服架子 在大姑子结婚不久 小叔子也把自己的女朋友领回了家 她人还没回来 就已经电话里提前跟婆婆说了女朋友的身份 所以 婆婆对这个未来小儿媳的到来十分地重视 提前一天 就把我与老公叫回了家 家里就跟准备过年一样 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个遍 打扫完后 婆婆还让老公开车 带着她到大型超市 采买了很多架高的坚果 珍稀的水果 还有精品的肉类 海鲜 因为小叔子来的那天正好是周末 我和老公帮着她收拾好后 在准备离开前 婆婆特意叮嘱我们第二天 一定要早过去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因为心里存了事 一晚没睡好的老公 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了 她对我说 小雪 快起来吧 男的妈安排咱个事 咱得放心上 快起 别睡了 我俩起床后 随便吃了点 就急急赶去了婆婆家 刚一进门 婆婆就变着脸对我们说 怎么才来 这么一大堆的事 指我自己要干到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你们 让你们早点过来吗 我抬头看了 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表 才只是七点刚过一刻 这也不晚呢 我刚要开口便捷 老公仿佛知道一般 先一步开了口 我们起得挺早的 就是路上红灯多了点 妈 你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动作快 很快就好 你别急呀 一家人忙忙活活 我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半 婆婆看着餐桌上 已经摆好的八盘精美的凉菜 点点头 冲厨房里的二儿子说道 你先把菜给备好 等你弟回家后 你再开始做 热菜提前做好 就失了美味了 老公一边擦着汗 一边开心地回道 好嘞 妈 你瞧好吧 今天我一定把本事全露出来 保证你满意 婆婆难得地对老公露出了笑脸 点点头后 走到窗口 往楼下张望 口里一直低声嘟囔着 都这个点了 也该回来了呀 难道是路上堵车 见婆婆实在是等得焦急 我走过去安慰她说 妈 这个时间正是下班点 路上肯定车比较多 你别急 先坐下喝口水吧 婆婆回头又看了一下时间 冲我点点头 走到沙发上 坐了下来 结果 屁股刚挨到沙发 门铃就响了起来 婆婆就如同被针扎了屁股 猛地站了起来 急步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看到门口站的竟然是公公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你真是会感热闹 怎么才回来 医院那边忙完了 公公 公公乐呵呵地放下手里的包 一边换鞋 一边说 忙完了 忙完了 怎么 我来得正是时候吗 说着公公还转着队 环顾四周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没回来呢 别找了 快去洗洗手 公公笑着点点头 走去了洗手间 只真直到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门铃终于再次响起 我走过去开了门 见到小叔子 领着一位瘦瘦高高的妙龄女孩站在门外 婆婆见到小儿子终于到家了 未雨先笑 哈哈 快进来 快进来 这一路热坏了吧 小雪 快把我昨天刚买的新拖鞋 拿出来 给这位姑娘换上 等小叔子 领着那个女孩在客厅坐下后 婆婆也一路跟着坐在了一边 我难得地 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慈爱的表情 婆婆笑着对那女孩说 你就是建伟一直跟我提的意涵吧 长得可真漂亮 这一路挺累的吧 叫意涵的这个女孩甜笑着 对婆婆说 阿姨 我不累 你看着好年轻 建伟也经常跟我提起你 他跟我说 你是大学的汉语颜教授 羡慕得我不行 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可是 你也知道 我是个模特 平时时间安排得特别紧 难得有机会放了两天假 这不 我就请建伟 领我来看你了 听听 人家这嘴 那甜得 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着浑身舒坦 婆婆更是被她说得笑眯了眼 一个劲地劝一涵吃水果 一涵象征性地拿了颗葡萄 放在樱桃小嘴里 细细嚼了数十下后 才咽下 然后笑着看向婆婆 说道 阿姨 你家这葡萄好甜啊 婆婆听了 很是开心 对一涵说 你喜欢吃 就多吃 我买了不少 吃完了 阿姨再给你洗 一涵摇了摇头 面露遗憾地说道 不能吃了 吃一颗尝尝味道 就已经很奢侈了 平时 我的经纪人都不让我吃这些的 没事 阿姨 你们吃 看你们吃 我也很开心的 这个一涵染着一头绿红色的波浪长发 身材高挑匀称 大大的眼睛 画着精致的妆容 看人时 眼睛流露出的神情 总是让你感觉他很中意你 我想 这可能就是书上说的一双桃花眼 看谁都深情吧 两人交往 一年后 准备结婚 小叔子说 他们准备在北京安家 婆婆就一把给了小叔子三百万块钱 他们结婚时 我们也去了 他们在五环内买了一套九十平的房子 据说 婆婆给的三百万还不够 女方家里 把剩余的房款一把给不上了 看着小叔子在北京窗明激进的新房子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因为大姑子和小叔子两人都在外地安了家 而没有本事的老公却留在了本地 平时每个周末 老公都会领着我回婆婆家 一是怕公婆寂寞 二是不放心 两个老人 每次我们都不会空手回家 不是买些他们需要的米面油 就是买肉 再不就是买些婆婆爱吃的水果 但每次婆婆看到后 都很理所应当地让我直接放厨房 每次到婆婆家 我都会把公婆的床单 整套换上新的 把新的信号给他们晾好 老公就准备午餐 等大家都吃完饭后 我会顺手把厨房完全打扫一遍 因为婆婆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她受不了油乎乎的抽油烟机 所以我还从网上特别订了厨房专用湿巾 告诉婆婆 每次用完油烟机后 用它一擦 就干净如初了 婆婆还有一个习惯 她的内裤穿一个月 就必须要换新的 所以每个月 我都会给婆婆买好新的内裤 在家里洗干净后 再给婆婆送过去 方便她下个月更换 这个习惯 从我嫁给周建宏开始 从来没有变过 也许我们的付出 婆婆也多少感受到了 有时候 她也会坐下来陪老公聊一下天 问问她工作上的一些事 每到这个时候 我感觉 那就是老公最开心的时候 面对自己妈妈的询问 老公都会满脸激动地热烈回应 还会做出很夸大的肢体动作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这个情形 心里都会无来由地替她感到心酸 也许这份来自妈妈的关爱 对老公来说 实在是太难得了 所以她才会如获至宝般地这样激动 可是一年的努力 也比不上过年大姑子和小叔子的一次回家 你就看吧 从进了腊月 婆婆就开始紧张 婆婆家是四十两厅 一百六十八厅的大房子 一间是他们的书房 一间是卧室 另外两间 显而易见的 一间留给大姑子 一间留给小叔子 而我们用婆婆的话说 就是 你们离得那么近 不用给你们准备房间 婆婆说 这话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老公的眼神黯淡了 但很快就被他很好地掩饰了下去 继续围着婆婆转 婆婆会让我把给他们准备的房间全都打扫干净 然后在年二十九的时候 换上全新的床单被罩 被子也是提前几天 趁着大太阳完全晒好 一切都为着等着婆婆那两个优秀的儿女回家做准备 婆婆会叮嘱老公 记得做红烧猪肘 五香卤肉 这些你弟弟最爱吃 还有那个薰黛鱼 麻辣鸭脖 这些你姐姐爱吃 说完还不忘叮嘱我 小雪 今年过年 咱就包两种馅的水饺 包一个三鲜肉 再包个虾仁素三鲜 一含不吃肉 倒是喜欢吃虾 到时候咱多买点大虾 自己包虾仁 哦 对了 剑红啊 杰克最爱吃你做的糖醋鱼 今年大年夜的时候 你记得做糖醋鱼呀 我站在婆婆身后 看着老公 心疼极了 因为我发现 随着婆婆的话 老公本来隐含希望的眼神 正在渐渐变得黯淡 直到无神 我想大声地对婆婆喊 妈 你还记得你这个二儿子 喜欢吃什么吗 不对 不是记得 而是知道不知道 也许 在婆婆心里 根本就不清楚 自己的这个二儿子 到底喜欢吃什么吧 结果 等到年三十那天的早上 大姑子和小叔子才回家 小叔子给自己的爸妈买了一斤茶叶 据他说 这是特供茶 这还是人家送给一涵的爸爸的 他还没舍得喝 被一涵拿来送给了婆婆 婆婆听着小儿子的话 直接乐得和不拢嘴 小儿媳一寒 更是从一进门 就亲热地抱住了婆婆 还说 妈 我这一年没见 你怎么又年轻了 你这是不是人家说的 那什么对了 逆生长啊 妈 你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我这一年没见 可想死我了 说完 竟然还抱着婆婆 狠狠亲了她的脸颊一口 只把婆婆乐得 那嘴张得 我毫不夸张地说 后槽牙都看到了 婆婆把小儿子拿来的那盒 砖供茶仔细收好 又拉着两人坐在沙发上 好一顿嘘寒问暖 抬头看向老公 正看到她一脸艳羡地盯着自己的妈妈拉着弟弟的手 一脸慈爱地问东问西 我不忍得别过眼 不想让她发现 我已经看到了她的真情流露 谈了也就半个多小时 门铃又响起 我去开了门 没出意外地 大姑子和杰克正站在门口 我把他们迎进屋 婆婆早就站到门口了 看到自己闺女回来了 婆婆高兴地直接抱住了她 还轻轻地晃了两话 口里一直说着 我的乖女儿 你可终于回来了 妈妈想死你了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里 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多灾的年头 去年的时候 公公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 早上婆婆醒来 见公公起得比平时晚 也没有在意 以为就是睡得香 就没忍心叫醒她 可是快到中午了 公公还是没醒 婆婆就有些心里犯嘀咕了 等婆婆走过去准备叫醒公公的时候 才发现公公整个人都凉了 公公的离世 对婆婆打击十分的大 可能是因为悲伤过度 婆婆突发脑梗 住院了 在一百二十车上 老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姑子和小叔子 小叔子说马上请假 这就回去 可是大姑子却说现在正和杰克身在国外 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不过大姑子说了 他会尽快尽快玩手头上的事 尽快回来 到了医院后 婆婆已经昏迷 医生检查后告诉我和老公 婆婆这是中风了 医院会尽力医治 但老人毕竟年龄大了 能否完全康复 医院不能保证 小叔子是在第三天的清早来的医院 而大姑子 他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了 医生告诉我们 婆婆虽然度过了危险期 但却是半身不随了 并且因为年龄太大 以后可能都需要躺在床上度过了 听到这个噩耗 婆婆直接哭了 她一边嘴还是歪的 口里发出的呜呜声 让人看了特别心碎 一个月后 婆婆可以出院了 现在婆婆这个情况 自己肯定不能一个人生活 在出院前 我们一起围坐在婆婆病床前 老公把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 他说 咱妈这样 出院后 身边肯定是离不了人的 但我问过咱妈了 她不想请保姆 所以今天咱就说说 咱妈以后跟着谁 老公的话说完后 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大姑子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仿佛那只手上长出了鸡脚 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小梳子 也不抬头 紧盯着自己的脚尖 杰克根本就没跟来 小儿媳一寒 则是事不关己地站在窗前 看着楼下的风景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老公见他们都不回话 就继续说道 既然你们都不表达 我就当你们都同意了 那我就问问咱妈 她想跟着谁 没想到的是 老公话音一落 大姑子掀开了口 见红 我不行 倒不是我不想孝顺咱妈 主要是我真的没时间啊 你看我经常飞来飞去的 自己的家都快变成旅馆了 咱妈过去 又不想请保姆 她自己在家 怎么能放心呢 大姑子在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紧盯着婆婆 见到婆婆在听到自己女儿说完后 眼神黯淡了一些 但她很快就把目光望向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 她口齿不清地冲着小儿子喊道 唯唯我 小叔子听自己妈妈叫自己 正要开口说话 本来站在窗户边的一寒 突然走了过来 她把双手放在自己老公的肩膀上 两手好像用了不少力气 我能明显看到被她抓皱的衣服 可能被抓得有些疼了 小叔子发出一声轻呼 也就是这声轻呼声 打断了小叔子想说的话 一含见小叔子不说话了 这才冲着躺在床上的婆婆柔柔的一笑 说道 妈 你能出院了 是个大喜事 我这里正好也有个喜事 要告诉你呢 妈 我怀孕了 听到这话 婆婆和小叔子都瞪大了双眼 其实前两年的时候 婆婆和小叔子 就想催着一含生个孩子 但一含一直不同意 她说她还想再多做几年模特 如果生孩子 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断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刻 一含竟然说她怀孕了 真的是 好巧啊 显然 一含怀孕了 她就是需要精心照料的人了 怎么可能再辛苦地伺候一个半摊的人呢 看着婆婆完全暗淡下去的眼 我知道 婆婆明白了小儿媳的那点小心思 不管是否真的怀孕 她不想养已经半摊的婆婆 那是事实 爱 看着一直强势的婆婆 落到这部被众人推的境地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看了一眼老公 见她也正眼寒祈求地望向我 我对她安抚地一笑 走到婆婆床边 轻声对她说 妈 如果你不嫌弃我和健红笨手笨脚 就跟着我们吧 我看到婆婆听完全我说的话后 眼圈瞬间红了 她什么也没说 但我知道 这是她默许了 大事商量完 小叔子去给婆婆办理出院手续 我给婆婆收拾东西时 听到小叔子与一寒在走廊里争吵的声音 小叔子说 咱妈对咱不错 你怎么能骗她呢 一寒 我怎么编她了 我就是准备今年怀孕要了孩子吗 再说了 你妈到了咱家后 是你伺候 还是我伺候 周建伟 先提前告诉你啊 我是家里的独女 从小教养大的 从来都是别人伺候我 我可不会伺候人 更何况还是一个已经贪了的老太婆 你可别指望我伺候啊 如果你硬要当那个孝子 行 咱先去办个离婚 离婚后 你爱伺候谁伺候谁 小叔子 王一寒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老太婆 我妈最喜欢你了 你怎么 然后 就是两人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直到他们走远 我才听到婆婆粗重的呼吸声 然后 我在婆婆的眼角看到一道流下的眼泪 顺着脸颊一直滑入头发里 为了能够既照顾到婆婆 又照顾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没有去住婆婆的大房子 而是把婆婆接到了我们市郊的小房子里 为了让婆婆住得舒服 我们把主卧让了出来 因为女儿高中住校 基本不回家住 我就跟老公住到了女儿的卧室 还好 当初女儿为了睡得舒服 吵着要了一张双人床 自此 婆婆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每个月周末女儿回家时 就让她与我一起睡在她的床上 老公就在沙发上降就将就 我和老公一起尽心尽力地伺候婆婆 每天我负责给婆婆做饭 老公就给婆婆做全身按摩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每次都一个半小时 按摩完后 老公整个人都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这样一直五年后 在第六年的年头上 婆婆突然病情恶化了 脖子以下全都不能动了 完全贪了的婆婆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一不如意 就大吼大叫 这个时候 老公就特别有耐心地一边给她按摩 一边点头听讯话 看到这样的老公 我觉得自己找对人了 能带一直不疼爱自己的母亲如此致孝的人 将来对我也绝不会差 我和老公为婆婆端屎端尿 每日擦身 你能相信 一位在床上瘫了六年的老人 身上一点褥窗也没有吗 我婆婆就没有 那是我们每天都为她坚持温水擦拭 定时翻身的结果 在这几年间 大姑子和小叔子来看婆婆的时间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头两年的时候 还定年过年的时候 回一次家看看自己的妈妈 但从第三年开始 她们就以工作忙 实在没时间为由 再也没有回来过 刚开始的时候 婆婆还盼望她们来看她 毕竟是自己疼爱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但随着一次次的失望 婆婆再也不提她们 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生过她们一样 有一次 婆婆的一位老同事家闺蜜薛姨来看她 两个人在屋里关着门很长时间 因为不放心 我就把耳朵铁在门上 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但只听到有隐隐的说话声 但具体说的什么 却完全听不清楚 后来 薛姨又来过三次 每次都领着一个身装西装的中年男人 我以为是薛姨的儿子 就没有太在意 在我们照顾婆婆的第七个年头 婆婆在睡梦中离世了 老公俯在婆婆的床边 哭得肝肠寸断 见老公实在太伤心 明显已经顾不得其他 我只能独自给医院 还有殡仪馆去了电话 又给大姑子和小叔子去了电话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来得非常快 在我通知他们的第二天下午 两个人就先后回来了 大家一起给婆婆办理了后事 在安葬好婆婆后 回到家里 大姑子和小叔子 两人就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们 婆婆去世前有什么交代 比如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话 或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他们 听他们这样问 我和老公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老公难过地说 妈走得很突然 什么话也没留下 对老公说的话 他们显然是不完全相信的 还是大姑子果决 他听我老公这样说 直接不纠结 说道 那咱妈离开了 东西肯定在咱妈的房子里 咱就回去找找 能卖的卖了 我看那个房子 咱也挂网上卖了吧 所有的钱 咱统在一起纷纷 我和建伟身在外地 生活压力很大 我们分别占四成 建红住在老家 又是个女儿 压力可以说忽略不计 我们就给你留两成 说到这里 大姑子又转头望向自己最小的弟弟 问道 建伟 你觉得我这样分 合理不 小叔子咬唇 考虑了半分钟 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我笑望着他们两人 三言两语就把家给分了 这七年里 一点孝道也没进 就要拿走家里财产的绝大部分 我感觉 他们的高学历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其实 对于能不能分道钱 我并没有太多想法 本来嘛 我和老公要伺候婆婆 本意就不是为了钱去的 可是 看着大姑子和小叔子两张道貌黯然的脸 我却感到悲哀 替婆婆感到悲哀 正说得热闹 家里门铃响起 我起身去开了门 看到正是前一阵子来过我家的婆婆 闺蜜薛怡 她的身后还跟着那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 把他们请进来后 大姑子和小叔子显然不认识他们 眼带询问地望向我 我就给他们介绍说 这位是咱妈的同事 也是好闺蜜薛怡 薛怡冲他们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只是扭头望向了身边的中年男人 我见薛怡的行为有些古怪 也好奇地望着那个男人 只见他从手里提的黑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 拆封后 将里面的一份文件和一封信地给了我 我疑惑地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薛怡 薛怡笑着对我点点头 示意我看文件 我低头一看 文件表面竟然写着 房屋转让书 还有一张是财产公正和遗产证明 仔细看完后 我完全震惊了 也把我弄糊涂了 这个一直不喜欢我们 甚至有些看不起我们的婆婆 竟然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包括她那套大房子 都给了我们 她的房产证上户主的名字 竟然更改为 周建宏 东方雪 我的名字婆婆 竟然也写在了房产证上 我抬起眼 震惊加疑惑地望向薛怡 薛怡笑着 让我先把那封信看完 打开封着的信封 里面只有薄薄一张信纸 就是一时 婆婆常用的那种红色线条的老式信纸 上面用不规整的字写了短短几句话 耳闻不如木剑 木剑不如足剑 剑红 小雪 妈以前是瞎了眼 错把朱玉当鱼木 你们都是好孩子 使妈亏欠你们太多了 这是妈最后的心意 你们一定要收下 爱你们的妈妈 老公看完婆婆给的信后 眼圈都红了 她强忍着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姑子 这件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干了 她高声说道 我不信 妈妈那么疼我 怎么会不把房子留给我 你们是合着火骗我们的吧 那个中年人把自己的工作证拿出来 证明自己是启明律师行的正规律师 晾完身份后 那位孙律师开口了 她对大姑子说道 我的当事人说了 如果公布了这个结果 没有人有意义 那么事情就此结束 但如果有人不同意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大姑子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有人不同意 就让她看看这封信 听律师这样说 小叔子也走上前来 与大姑子站到了一起 大姑子疑惑地看了看那位律师 低头拆开那封信 里面还是只有一张信纸 只是里面只写了一句诗 词物上反补 羔羊由贵族 人不孝其亲 不如草与木 那张纸在大姑子的指尖滑落 大姑了和小叔子 两人满脸羞红 再也没脸继续待下去 两人没有告别 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拾起婆婆写给 他们的那张信纸 看着上面婆婆写得歪斜的字体 泪渐渐模糊了双眼 那张继张 还从中永远 被淘汰